强烈颱风轩兰诺为台湾带来显著雨量 经济部水历署指出 近日降雨将为全台水库带来三亿五千五百六十五万吨水 超过一座翡翠水库库容 同时这波降雨受惠最大者是石门与翡翠水库 蓄水率分别提升十九和十八个百分点 石门水库蓄水率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九 三日采双机满载发电及开启永久河道放水路操作 另外增稳水库集水区近三日来 累积雨量超过一百毫米 蓄水率回升到五成以上 南华水库满库自然一流 中央气象局长郑明点五号上午在脸书上 发布了一张国际太空站太空人8月31号拍摄的 宣兰诺台风照片 表示他的眼墙云系非常完整厚实 台风眼清晰可见 强度达最强的第五级飓风标准 这是今年全球第一次出现这个强度等级的台风 郑明点还贴文表示 他有尾巴 十一号台风后面跟着一片紫色区块 仔细看更后方的云系很长 这个台风其实已经接上了西南季风的气流 只是丑湿的气流 还是巧妙的避开台湾本岛 没有接续带来可能会过多的雨水 科学上只能说纯属巧合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汉姚汉宇整理报导